看看新闻网 公秘诀一股拼命劲 邓丽君自幼家境平寒 从小便外出演唱 挣钱补贴家用 清贫的生活让邓丽君养成了吃苦耐劳 勤奋拼搏的精神 不管是港台地区的歌厅夜总会跑场 还是在东南亚巡演 邓丽君时常健身 读书练生 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这使得他的歌唱水平变得出类拔萃 很快邓丽君在歌坛上声名雀起 1973年 一在香港红透半边天的邓丽君 东渡日本发展 然而出道日本并不被看好 他毫不被气馁 凭着一股拼劲 努力克服身处一厢的困难不便 直到第二年 凭借一首空港 邓丽君在日本打响了第一枪 并在年中拿到了唱片大赏新云赏 确立了他在日本歌坛的一席之地 歌后成功秘诀 歌后成功秘诀 真性情 这树丽君是邓丽君用演唱赚来的第一桶金为家人买的 那一年他才18岁 成名后的邓丽君和从前一样 纯真善良不忘本 他将家人接到一块生活 给了家人物质上的回报 同时他也不忘记 无论走上哪里的舞台 自己始终是中国人 在日本发展时 邓丽君坚持穿改良汉服 不使用日本译名 而是英文译名 1984年 邓丽君在台北举报了十五周年演唱会 十亿个掌声 这场演唱会是邓丽君生平最成功的演唱会 也是邓丽君走向成功巅峰的里程碑 时至今日 邓丽君的影响力仅久不息 仍有许多歌曲被反复翻唱 红遍大街小巷 天明 你笑的天明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还在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像夫妻 像夫妻 梦里梦里见过你 千里 笑的多千里 邓丽君的歌是温柔香的代名词 然而邓丽君的故事是一段坚韧的奋斗史 不管过去多少年 他还是会让我们有所触动 有所感慨 新青年记者倪加菲 编辑报道 嗯 嗯 嗯